1988年9月24号股市收盘后 当时财政部长郭婉荣宣布 隔年云淡起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 造成股市大地震 隔周周一股市全面跌停 几天后证交所将跌幅减半 结果导致无量下跌19天 郭婉荣部长在抗议声中辞职下台 1993年9月24号 菲律宾已故总统马可适宜双医美代 被菲律宾反贪污法庭判处入狱24年 并耻夺公权终身 因为他被控在马可市主政时期 涉嫌贪污上百亿美元 但直到26年后的现在 英美代官司都还在残送当中 2008年9月24号 担任日本职棒软体银行应对监督的 台湾旅日棒球明星王真志 督占当年球季最后一场赛事后 告别50年的棒球生涯正式退休 他担任总教练14年 带领软体银行应对拿下两次总冠军 而他一生都坚持保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华视新闻陈凯生 林志纯整理报道